好 準備好了 大家好 我們歡迎來到肥蛙頻道 因為肥蛙病了 請了病假 所以今天等我來看 又來到姚中堯的博物館 她做什麼呢 絕對不是宣傳肥蛙年少 她純粹過來看看 Vacation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住在這裡嗎 我知道 那幾天多都是 那不如你開給我頭先 好不好 當然沒有啦 你不是說我會用你的嘛 幾號 我不知道可以開 嗨 大家好 我娃姐 今天又來到一年一度的年少Vlog 今年的年少是2023年1月16日到1月21日 今年的地點又是這裡 美夫姚中堯 我記得上次那個檔就在室外 今年我們就去了室內 現在就要去看場 我們就約了場地的負責任 就等著進去了 你好 你好 狗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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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的主題是 超和式主題 待會我們一走進去 打開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妖居的正常 到時來了之後我們就會 砌好了拍了一輯照 之後我們會拆掉它 在你16日前一晚才會再起婚 正中間就有個鳥居 對啦 這個中庭呢 我們就找了六七十個插畫師一起去畫 是會做燈籠假圍著給人拍照的 我們這個就是我們的場地 這個愈無以後就是我今年室內的場地 這裡就是排隊的入口 其實我現在都不知道 可以怎樣擺呢 這裡整個場都是我的 哦 是呀 這麼大呀 先想想一下吧 連這裡也是 因為如果我呢 我的檔還沒說要超大的 但我想做多一點 可能給它不同的位置打卡 那我就要畫多一點 我們說完其他遊戲 我們會做一些活動 叫集點遊戲 集點後 他們就可以互 肥娃的YES卡 應該是入場招 你進來搖館就可以拿到 每天有一個限數 嗯 這裡太大了 比我想像中大 搞到我不知道現在這一刻 應該要怎樣 然後就是拿醜的部分 今年有walk in 和拿醜 就20-30分鐘為一個時間 30分鐘拿 拿一個醜的數量 好了 我們剛剛找這些桌子 就大概拍了我們的位置 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 畫多些風波 畫多些不同的東西 給別人拍照 然後這裡 這裡就是我和我妹妹 和大家見面的地方 然後這個位置 給阿B買她朱古力的地方 因為我們這次主題是日式 我在想日式的甜品店 應該怎樣畫 這裡就會安排雪櫃給她 她的朱古力真的好吃 重露朱古力 這裡就會有一個門簾 然後外面就有我的poster 這個area就是我的檔口 然後這條直路就會有一排登陸 然後這個area那麼大有什麼做呢 就是我們會有不同的打卡位 你們到時就可以自行 在這裡拍照 還有剛剛說起一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關於繪馬 就是我們在想 本身就想放一個繪馬架 過來買繪馬 寫完願望就掛上去 就漂亮的 但我們剛才說 其實買完繪馬 都應該不捨得掛上去 所以每個買繪馬的人 都會附送多一張 跟繪馬一樣的卡 你們就可以像一個繪馬一樣 一張紫 你們寫完之後都可以照掛在這裡 許願也好 祈福也好 真實的繪馬 你們就可以帶回家 好像是... 又可以玩又拿到東西走 每一晚就可以收集大家的繪馬 規談一下大家有什麼願望 其他打卡的位置就要靠我這幾天努力 這樣畫 跟我時外的都可以寫在那些卡 關你什麼事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在這裡鎖尺寸 在想什麼地區應該畫些什麼 我們的總結就是 未來這一兩天我應該都不用睡 再次來到這個搖館 真是熟悉 其實這裡的感覺不錯 牆真的很大 而且牆住也很人 這樣就OK 就算我說任何 可能亂說的天馬行空 他都一說就OK 如果這樣也說不切 他說沒有 說得切 沒有說不切的東西 會感覺到跟他們很一樣 還有今年最好的又是 這裡搞完年少 我就可以馬上去睡覺了 太好了 最方便 對了 我還要帶他們走到我的館 這個就是升降機 你直接走出來 我們應該就是這個 F的展覽館的下面 好 循例帶大家下一次 這邊就是升降機 然後就跟我來 到時這裡也會有很多攤檔 大家可以看 看完之後 就過來這個位置 我就是在這裡 進來轉了最盡的館 就是我的館 其實我也不知道帶大家參觀點 因為之前拍這裡 已經跟大家看過了一次 餐廳也吃了 回到來姚中彥 有搞過什麼感受呢 什麼感受 老實說 之前搞過一些 可能的商場 會內心有一些交戰 是不是應該每一年 應該比上一年更加盛大 做得更加好呢 如果今年沒有上年那麼好的話 那怎麼辦呢 內心會有這些想法 大家進來 看到所有工作人員 想把事情做得好呢 那就內心打燒了這個鏈頭 做好今次你手上的事情已經是OK的 還有今次跟他們說 就是除了有肥娃在年宵之外 我也做了一些類似工作室的事情 就是上次不是跟大家做盤災的 那今次呢 都有一個工作室是在這裡的 但是大家就要預約了 就是人數是有限的 就是做一個肥娃的私網 那我們今晚就會給圖 就好像你來到這裡 就有一些你手作的東西帶走 就是又可以來年宵見面 又可以有大家的活動 就例如吸槍 那你進來呢 你要去同一個地方做任務 是 吸引 那大家走完整個年宵 就可以吸到不同肥娃的印 就可以去拿禮物的了 那大家一進來 就可以拿一份禮物 雜點雜碎的時候 就可以拿第二份禮物 好了 閃了我們 然後就瘋狂滑逃 這樣就OK了 我想這條影片的下半段 就會跟大家說 今年年宵有什麼買 好了 最後就告訴大家 可以怎樣來這個美孚姚中夷 那下面這裡就是美孚地鐵站 還有今次的搞掃 在D2也有搞的 那如果大家去D2走完 就可以搭它的紅汽車上來 有專車的車上來 所以大家可以走完兩個本 YEAH 好了 現在已經是後日了 不斷滑圖 那這個就是門口外面的海報 之後這個就是門簾 其實都滑了很多 這個原來也是桌布 之後就是那四個雜點的位置 就是你們可以在這裡吸印 重點就是印 我都滑了 這個就是到時的圓形印 其實來到這一刻 我還有很多還沒滑 大家看到有的 file 就是我逐個逐個在攻破這些 就打算盡快傳給年宵的場地 就可以快點有 還有我還要盡快拍 我們今年年宵有什麼賣 其實我現在已經剪了 昨天那條片的first cut 很趕 不要緊 我們下條片再見 希望下條片可以剪到加拿大 又或者是年宵產品 再見 各位我要繼續玩玩啦